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热再热的天也不会笑容 再远再远的你也终在我心里 你是我生命灿烂的笑容 永远永远的爱就是那真情 永远永远的爱你我一口口 永远永远的歌中在我心间 你是我一千年等来的感动 只能炙热的牵挂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可知那思念一场街 幻穿着梦是花梦 有孤有天的日子 就在离别从空之中 增长着那爱的本意 增长着那爱的本意 从未感觉那水月匆匆 自冷自热的天国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可知那思念一场街 幻穿着梦 有孤有天的日子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从未感觉那水月匆匆匆 今蓄估东们的股分都撤走了 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呢 怎么 一家人都在这 你还真有脸上这来 我不上这来 谁上这来 这把椅子 还真不错 但我还是要换把新的 你也别那么神气 京旭公司的董事长已经不是你了 京旭垮了 我跟各位通报一下 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京旭40%的股份 也就是说 我掌握着京旭公司的命脉 我让他死 他活不了 但我不让他死 我给他改名 我管他叫京旭有限公司 你们看这名字怎么样 这张照片 也该收起来 放了 好 我放下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呢 交恒蛮横 目中无人 自以为是 结果怎么样 重判亲礼 我打死你 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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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过来坐下 你要干什么 坐下 你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金东坡 你贴什么东西 你贴着亲戚外衣的白眼狼 告诉你 在法律文文没有生效之前 你没有资格站在街 你说话 出去 给我滚出去 我可以给点变 先滚 但是 在果若干了小时 你恐怕就得彻底滚 只看今日之金序 乃是水家之天下 金享事成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我心足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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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稍等一下 面马上好了 阿朗哥 你气会了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别愣着 看你出的这些汗 若彤来了 杨伯伯 我来看您来了 若彤 今天怎么有空来 我今天没事 好好 来得巧 您找什么 要是你明天来 我就不在家了 要去哪 我要去马来西亚 去马来西亚 你一个人去怎么行 行 季红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机票 你看这人一老 脑子就不行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是放好的 爸 您别找了 我给您退了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你有什么权利 干涉我的自由 你这孩子 杨伯伯 小小气 季红啊 他是为您好 您看您身体又不好 万一一路劳累 得了病怎么办呢 他是为您着想吗 实在对不起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您 我觉得阿朗自己会回来的 孩子 我坦白的跟你说 好多年以前有人给我算过一命 说我可能是老来丧子 当时我真是什么也不相信 可是现在 我真是有点为阿郎 担心 爸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您怎么还相信这些呢 那他为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再忙 打个电话总是可以的 杨伯伯 您别着急 您忘了 阿郎 他事业能力特别强 您记得上一次 阎山河把他送到牧场去凤阳 他干的挺好的 可是我们自己呢 却着急的不行 他自己还学了什么 什么陕西话 要不要我学给您听听 是啊 阿郎老干着让人着急上火的事 他说走就走 说回来就回来 爸 你喝点水 别生气了 不 不行 你们别劝我 我非得去一趟才行 要不我心里不踏实 爸 您说您这身体 你放心 我会把所有的药品都带上 爸 你怎么就不听家里人话呢 杨伯伯 季弘 你们都别争了 我去 我去马来把阿郎找回来 你 您都不要管了 反正我决心已定 我一定要去马来西亚把阿郎找回来 把一个完完整整 健健康康的阿郎 送到杨伯伯面前 嗯 嗨 洛童 嗯 洛童 你不要记恨我 你这是干什么 我早就忘了 大人那边 你要多保重啊 好好照顾好自己 你放心吧 你大家好好照顾杨伯伯伯 自己也要多保重 嗯 我走了 看看这房顶上的瘦头 雕刻的有多好啊 都是明代的手艺啊 有四百多年了 磨砖对缝 你说当时烧一块这样的砖里多少盈子 真是不错 清清脆竹 嗯 北方有这样一片竹子 真是难得啊 好啊 上天 日半初三夜 迎风互半开 隔连猪影洞 一世遇人来 好竹子 好竹子 另外 李东方 嗯 你干什么你啊 问我干什么 你们大伙说说 我能干什么 出去 你说什么 要我出去 要出去的是你们 这个院子 现在已经姓金了 是我金城波的了 呸 瞎说 做什么梦你 金城波 请你不要大白天上我们家来胡闹 金城波 你不要在这耍流氓 我告诉你 四创民宅是犯法的 哈哈哈哈 我是流氓 你们杨家那个败家子杨镇 早就把京旭公司输给我了 嗯 嘿嘿 金城波 这院子可是我们家的私产 不是京旭的固定资产 请你不要在这下搅 财务神和元 嗯 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京旭的财产清单和文件复本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查证 你们当初在建厂的时候 你们总经理李娟已经在上面签了字了 将这座院子作为贷款抵押了 现在京旭已经倒闭了 呃 这个院子作为公司的资产 也在没收之列 嗯 嗯 你们可以看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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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吵啊 啊 哈哈哈哈 闹啊 抗议啊 金城波 原来你进进出出一扬家 从来就没安好心 我要知道你这副心强 那饭菜茶水就外狗 也不能给你 嗯 金城波 你跟我们家有什么仇恨 啊 你这样出心激励的暗算我们你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这个酸秀菜也做了十年的生意了 现在反过来问我 商场上就是你死我活 尔虞我诈 想当年 你们杨家不是也是这样对待我们金家的吗 光绪十三年 你太爷借着一桩延务案把我太爷的晚兆元不是抢去了吗 进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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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娟 李娟算了 哈哈 啊 好啊 这一切都是我金城波的了 这个玉瓶本来就是我金家的镇宅之物啊 当年杨家祖上不但抢了我们家的宅子还把他抢走了 悲惨啊 我的太爷寒恨而死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这个宝瓶引起的 因为这个瓶子才引起了他们杨家对我们金家的野心 他是我们金家破败的祸根 啊 哈哈哈哈 一百年了 昌天悠眼呢 我又夺回了他们的大宅子 而且又夺回了这个宝贝 嗯 这叫一报还一报 杨哲卿 你也有今天 金城波 你闭上 你 你什么东西啊 你是啊 你不过是一个到处的宝贝 美其名约 眼睛里不揉沙子 哼 你这个人 你不过太早了 你这样的无痴小人绝不会有什么好下掌 就不开滚吧 就不开滚吧 赶紧上火 如果还能够有什么好 7弹 4分 鸡婶 咱们急着要走 我们走了 好给你腾地方 到屋里来 我有话跟你说 有话跟我说 您放这 您坐 您坐 说吧 西婶 您看您就这么走了 这是一点小意思 路上用吧 什么意思您 西婶 您在这也住了这么多年了 您就一点也不留恋吗 瞅你说的 这深宅大院 这小竹林 又清静又方便 这么好的地方 我能不留恋 既然不想走 那就不用走了 我看 你就像这个宅子里的东西 天生就是配着宅子的 你看我是像着房檐上的瘦头 还是像着花窗格子 只要你不走 就能体现出你的价值 我看你就是这洋宅中的一部分 没有了你 这宅子就像缺少了点什么东西 我就那么值钱 我最佩服就是一捧学里边的那个 一普莫城 那是舍身忘死 忠心救主啊 别看你刚才和我吵 和杨哲青他们一块骂我 可是我不恼你 我反而更敬重你 哎呦 你真抬起我 我在大陆也是这么多年了 我就想啊 我身边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义仆 我看您呢 就够仁义的 够义仆的 哼 我要是跟了你 我还是义仆吗 那叫见利忘义 连狗都不换主人 呵呵呵 话是这么说 但这里儿咱可以转呢 您这是恋宅 也就是说对这宅子有感情 现在宅子换了主人 但是这宅子没有换 您可以留下 再说呢 这些年我也常来 你也给我七个茶 倒个水什么的 就算是有点主谱的意思了 想不到你真会编 编的理儿 只要能够讲通就行了 这些年呢 我也是在这洋宅进进出出 我也都看到了 你把这洋宅子 这个院子收拾的先下 鲜亮亮的 这些人的茶饭 您侧候的是热热乎乎 我就琢磨着 有那么一天 我要是能使唤像洗婶这样的仆人 我再把台湾的家眷也给搬过来 让你也给侧候的周周贴贴的 呵呵 那么我的日子也就更加周全咯 呵呵呵 金城坡呀 金城坡 你是怎么琢磨了的 啊 这院子你占了 玉石瓶你夺了 贝贝的地方你也夺去了 最后连我这老婆子也要留下来伺候你 你可真贪 天底下谁人不贪 杨哲青 李娟他们不贪心吗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啊 其实只要你伺候我会比伺候杨哲青李娟他们强百倍 等干不动了 等干不动了 我在乡下给你盖个小院子 是啊 我在这院子里是干了不少年 可我不是什么仆人 我是主人 杨哲青 杨哲青李娟他们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把我当亲人 唉 杨震 季红 杨宇 都是我亲手拉之大的 跟我亲生儿女没什么两样 你金城坡能把我当亲人吗 你能把我当你的家庭成员吗 哼 这点分量 我老婆子还颠得出来 哼 老婆子 你要不怕穷 就和杨哲青他们一起上街讨饭吧 呸 我就是要饭 也不伺候你这狗东西 不识太一句 爸 这些事都放在柜子里啊 啊 行 你说要早知道现在这样 这桶子楼要是不退就好了 哎呦 还没跪着完呢 哎 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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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生 哎呦 哎呦 您累坏了吧 很无赖 哎呦 给累得够呛吧 啊 没有 这真是太麻烦你了 你瞅 您怎么这么客气呢 哎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要不我们住 哎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就我们这街蒙四邻的 全是热心肠 嘿嘿 您呢 哎 您千万别客气啊 票友 业余的 套串人口 哎 毁了大嗓子不成 嘿嘿嘿 这样没事 哎 哎 杨先生 我跟您说句话 不知道中听不中听 先学不生气 后学气死人 俗话说 石头不转 磨转 哎 山不转 水转 你别理他姓金的 跟他生什么气啊 不知大妈的 您说是不是大姐 对对 哎 这么着 杨先生 到我屋去吧 不去了 不麻烦了 真的真的 你看我们现在 您 等以后 以后 您可别把拿我当外人 以后 以后再去 是吧 大姐 杨先生 今天晚上 咱们炒俩菜 咱们一块喝两桌 好好好 好 您先歇着 我到那边忙活忙活 走啊 那您忙活 谢谢啊 您歇着 您歇着 有事找我啊 慢点走 刘大妈也来了 刘大妈 刘大妈 真是真 大姐 快点来趁热吃 我给你们炖了一锅 拜承转 慢走啊 哎 一家人啊 先吃饭啊 没有刘大妈 这事应该我来 哎呀 你这不是忙不过来吗 那谢谢你啊 你看您太客气了 吃饭啊 吃饭啊 那您有部分来 您慢点走啊 谢谢啊 我那还有一大锅呢 吃完成去 待会我端去 一婶 把这端在炉子上热一下吧 来 杨大哥 娟姐 咱围着炉子 热热呼呼的多好啊 这回啊 咱也甭分摊了 也甭分居了 四个人住一屋 我看这苦日子 也挺好的 我给你们拿碗去啊 哎呀 哎呦 小王小心点 先姐 给您一碗 杨大哥 筷子 哎 妈 您别难过呀 那绝对不好吃 我出去给您买两瓶罐呢 我给你 哎呀 这画过冰吧 这回不会有什么事 来来了 好咱们怎么办 好咱们就看着这个标准 过来过来 等会儿 请来吧 好 来 慢点 走走走 走啦 今天天气还是不错 到那边啊 这衣服好 怎么呀 你都看到了 我没说假吧 若同他们这帮北京妖 可是说干就干 俗话说 这浑的怕恨的 恨的怕不要命的 你就等着瞧吧 等又怎么样 这是经济商战 不是街头斗欧 他们总不至于把我绑票吧 那倒不至于 是不是 但是他们一回来 跟你死缠烂打 可够你头疼的 是不是 别人还好 就当是恶性竞争吧 可是你不懂 是不是 你做的那些亏心事 别人敲门 你还心惊肉跳的呢 有了这帮人 半夜三更敲你的门 想起这日子 你小子是胡说八道 我知道 你也没安好心眼 你挑一帮的人来搞我 又挑我来和他们干 你想看热闹 用得着我去挑吗 你以为人家都是我吗 你干的那些阴谋损事 把我给害了 你以为我都忘了了 我不怕 我马上就回马来西亚了 我让阿郎那小子 永远回不来 我去想看热闹 我来打到你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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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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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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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那裡?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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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徐哥 就是這個人 到處找你 你是誰啊? 找我幹什麼? 一人姓金 金承波 想必台灣高雄青龍會幫主的電話你已經接到了 你要我幫你收拾一個人? 對 是誰? 他叫阿朗 你租砸阿朗 只要你們把他收拾了 價錢 跑上來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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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肯定是对手的朋友 我去找官人 想告诉你 可是他不懂 对不起阿朗 我只是想让你和少女一心一意过来 我到处找你找了好医生 我已经想好了 不找到你我就不回去 现在好 我们可以一起回北京去 不 我不要再回北京 为什么 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地方了 那不是我的地方 那没有我的生活 你怎么会这么想 本来我就不该去北京了 在这里 我后马 还稍微 好好的眼下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愉快 好 到了北京去找杨泽青 他 他只是一个可怜的 他连自己都顾不上 我到了北京 只能给他添麻烦 还有 到了北京 碰上金城坡 杨泽 还有李坚他们 我不愿意再见到他们 我一提起他们 我的心都会翻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北京有那么多的好人 大分 刘大麻 还有郑大厨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你为什么把那里看成一片黑呢 就像是刘泽青他们 也不都是坏人吗 他们这样还不说坏 他们把我搞垮了 还羞辱 还不说坏 你就胡说了吗 你就这么不中用吗 你不会跟他们斗吗 我拿什么跟他们斗 他们才大技术啊 把我吃的光光的 我还拿什么跟他们斗啊 你可以从头再来 我告诉你 大家都是非常希望你回去 这里唯一的坏人 就是金城坡 他如今 把杨家给搞垮了 什么 进去公司 已经没到他的手里了 一提起这件事情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说金城坡 把我们杨家搞垮了 嗯 他娘的 他竟然敢回来 他把我害坎了 坐牢一年的牢 还花了那么多保释金才出来 他也活活 天天放不过他 看来你老兄也让他害过啊 阿郎是我们共同的仇人 希望你把他收拾了 钱嘛 好商量 另外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女孩 叫汤若彤 嗯 你们要是一块把他收拾了 比方说在他的脸上 卡 卡 价格 翻一倍 哈 净会来了 哈哈哈哈 好 成交 嗯 就这样 啊 竟是公司落到金城坡手里 杨家呢 完全破产了 嗯 其实他们一家人最懂得勾心漏脚 注定要失败的 反正 这都是他们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我不想回北京 我要重办了 你不能走 大老远找你找了这么久 你就这么走了吗 这都是命 你自己回去吧 我不想连累你们 你找跟着我干什么 你不跟我回去 我就跟着你 天天跟着你 你们自己要干事业 你们自己干 你们要办大的工厂 你们去办 为什么总要拉着我来干呢 老 我们是真的想让你回来 人家大老远跑到这里了 你应该也不动人家的心 做头 我 我这个人命不好 我不想连累你们 你们做事业 你们自己回去 你自己回北京 不要跟着我 好不好 人家看不起你 你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吗 我就要跟着你 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 你解家了 你跟人家胡说什么 你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胡说 我胡说什么了 我不是你女朋友吗 你还说 我就跟着你了 你老跟着我干嘛 我就跟着你嘛 阿郎 站住 你还认识我吗 看你这回往哪里跑 站住 站住 快 退走 快 不要那么高 不要的 快 快 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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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快走 快快 起来 快 快去 快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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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臭鸡蛋,又让他给跑了 少爷七哥,地方不大,明天再找好了 找到阿朗以后,我要把他双腿抛下来 然后把那个女人耳朵割下来,接给金老板 我要叫他这位子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 走 走 今晚,今晚就到吉隆坊,明天我就到北京,我要杀了吉隆坊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杀人 你老是惨动,你就是让我报仇吗,现在你又不让我回去,你搞什么鬼 我希望你回北京,但不是跟人家拼命,而去做我们的事业 大家都在等着你回去 我确实看不惯,看不惯金城坊,他那药物扬威的样子 我知道 我回到北京,一碰到他,我看不过去,我就会冲上去杀了他 所以,我不能回北京 是这样 记得我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 他们都说,我随时可以回去,他们随时欢迎我 不如你跟我一起去深圳怎么样 好吧 好吧 不愧是这样 我家阿郎独自去远方 寒泪出门 此情人月亮出来满面霜 想不长 到无常 我很想你 不能赴床家 星光是暖天地鸡 不多的喜好之光 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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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高下 幸福香 香也不能香 忘也不能忘 啊啦啦 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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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高下 幸福香 香也不能香 忘也不能忘 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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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高下 幸福香 香也不能香 忘也不能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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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中文字幕——YK